葱油饼大家都知道啊 非常简单 食材 葱 葱 油 饼 哈哈哈哈 这是面嘛 这样有一下面就成饼啊 葱油饼如果要好吃的话 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 葱姜 是 饼脆 对啊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特殊的面团 就是半烫面 半不烫面 半烫面 半不烫 也就是说 烫一半那一半不用 那边不烫 我给大家 大家来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有人会这么去做 比如说我先烫一块面 然后呢 放在那边不动 然后再和一块面 哎 然后把最后呢 把这块烫过的面 和不烫的面 揉在一起 但是这样揉的时候 会有什么特点 就是有些说啊 你可能揉的不够 哦 你要分两步来去做 我今天要大家一个 比较简单的办法 是这个样子的 啊 一般来说我们和面团有个比例 啊 这个水分 啊 如果占总体的超过百分之四十开始 是 开始成团了 对啊 成团了呢 然后呢 我们在做葱油饼的话 基本用水分是百分之四十五左右 也就是说你用一百克的面呢 加四十五克的水 那它四十五克的水呢 你分成两份 二十五克的水 应用开水 二十五 二十克的水 应用平直的浓水 哦 理解理解 所以说我们这个面团 这样做 我们先把开水倒进去 那一边倒进去之后呢 搅匀了之后呢 再把剩下的凉水倒进去一起和 所以说我们的烫面和不烫面 在一个盆里完成 就不需要分两步去 哎 这样也比较简单一点的吧 好了 那我们先烫面吧 大叔 我们先烫面 来来 这个面粉准备好了已经 是吧 好 那烫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能看到大约里面 有四分之一的面团 然后烫过就可以了 哎 这个可以理解是吧 对 好 好 基本这就可以了 好 四分之一的 是吧 先搅一下 大家看一下四分之一 个什么是个什么概念 哦 大家再看一下 很好 这里面有一部分 大家看一下 里面有一些 已经变成小团团了 对对对 就是烫出来的这张面 是 然后呢 再把剩下的那一半的水 就是凉水放进去 活成一个面团 啊 那这个时候在加水的时候呢 就可以慢点 不着急 来调一下你这个面团的 这个软和硬的这个力度 这个可以理解是吧 给它团在一起 这样这趟活就行了 对 那这个今天我们这个面 活的相对来讲要硬一点 要硬一点 要硬一点 水少一点 对 如果太软的话 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 容易有默素顺的混层 哎 有道理 有道理 干粉嘛 好 我们先取一点点干粉 买浇洒的高一点的 撒在我们这个面板上 然后把它放进去 是 然后大家看啊 这是刚才那个面团 对 然后给它扣一个洞 嗯 然后把这些散面呢 然后给它放到这里面去 是 哎 如果说你发现你烫了这个面 或者这个面团 底下基本上没有 这个散面的话 那可能做出的这个饼呢 就比较软一点了 哦 理解 这个理解 理解 好 那你看我们随着慢慢的这种 揉呢 慢慢它这个面就全部揉进去了 嗯 一颗葱 用一半 这一半呢 大家看一下啊 呃 葱辈的地方 专门用来 哎 放到饼里面 这个我们所称的带绿色的葱 葱 葱葱葱葱 这块呢 就爆香 因为这一块是带有最浓郁的味道的 确实 这边比较辛辣 对 好 我们把它切成什么呢 哎 把它切成 段子 一分为四 一分为四 然后呢 把它切成段 啊 不要把它切得太小 切得太小 虽然说是比较容易出味 但是呢 也不能掌握火候 嗯 我理解理解 所以说呢 你看我们 用我们刚才说起的这个神奇这个锅 所以看 不光可以 哎 点饼 还可以干嘛 靠葱油 哎 这个葱油啊 在靠葱当中的话 就需要 慢慢慢慢一个受着均的状态 对对对对 把葱香烤出来 对 那我们把这个锅里放上油之后呢 就把葱放进去 哎 哎 慢慢的给它炒出这种香味的 哎 变出它的香味的 啊 为了控制我们的火候呢 当你看到这个葱里面有一半的颜色 开始变成金黄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火关掉了 利用这个锅天生自带的聚热的功能 让它慢慢变出香味了 哦 这个时候就可以继续下剂子了 明解也就是说其实 我们这个锅一旦身为伤害之后呢 对 它的温度就能够保持一点时间 对对对 你看现在有一半是变颜色了对吧 好了 ok 了 关火关火 我继续会来做我的这个这个这个饼 好啊 大家看 经过这段时间醒了之后呢 这个面筋的产生之后 这个面团变得更光环了 哎 然后呢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把它下成剂子 哎 揪一块 好 哎 这葱油在这边靠着 你看我们这边火已经关了 但是锅里面的热量还有在是吧 还有 机子大大的 大家看底下没火是吧 在锅里面呢 温度还是在保持 所以说这个油还在冒着烟 对 那么我们这边靠着这个葱油呢 出来这个味才会更浓郁 对是吧 哎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小剂子 好哎 这个剂子的大小根据你家庭自己的随意 你喜欢做一个大的切成份做呢 也可以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小剂子 一个一个去做 哦 理解理解理解 好 然后呢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小剂子之后呢 把它变成一个这种形状 因为时候把它上 这样 捋一捋 哦 然后把它稍微压扁 哦 然后呢 用我们的擀面杖把它擀成 半公分厚的饼 好 嗯 我就是说其实它那个厚度不用太厚是吧 对 然后如果你想吃的从数更多更脆呢 两毫米 啊 看你自己个人的那个发挥 哦 但是一般来说更有个人经验嘛 在家里自己做的时候 再不添加任何的这种 添加物的时候 半半公分厚的饼 其实已经很不错了 再薄一点的话 可能需要很大的力气了 力气 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它擀的这个过程 相对来讲就比较这个非体力了 对吧 那么这一时间就老访我们大叔好 给大家擀一擀了哦 哎 这样吧大叔 你这边给它擀着 我这边把这个葱油呢给您 控出来 好 来来来 给它控出来 嗯 你看这个葱油现在烤的这个香味是特别特别足的 是吧 嗯 特别特别的好 好 来来来 好 大家看啊 我今天做的这个饼 因为要求它的葱数比较多 所以我把它擀成了两毫米的厚薄 嗯 如果家里做的话 那个为了快或为了方便的话 厚一点其实也没那么太多问题的 确实啊 对 这个就是大家根据感觉走嘛 对啊 放在里面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的葱油 哎 然后呢 把我们这个刚才剩下的那一面外边的葱呢 把它切成 哎 随便 你喜欢切成丝 也可以 一碗也可以 就行 然后把它撒在这上面 OK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葱味比较辛辣呢 也可以只用它的这个白色的部分 那里面这个芯呢 我们可以其实不用 是 底下的芯呢 葱芯就最辣了 对吧 嗯 这个葱油饼其实特别特别好吃 因为它这个葱香味会是 是那个 本来平淡的乏味的这个饼呢 充满着韵味 对吧 是 特别还小 好 大家看这个时候呢 哎 有我们的饼了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饼了 有了葱了 那怎么去做呢 把我们刚才 靠好的葱油 哎 撒在或是抹在这个饼上 吃到点热 有点热 没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的面本来有烫面嘛 是啊 所以说呢 你可以有刷子 如果你没有刷子怎么办呢 哎 折一下 大家看 葱面 哎 折一下 折一下 它就很均匀了 是的 哎 大家看啊 刚才我用这个叠的办法 把这个饼呢 均匀的 涂抹上这个油 是 这个时候呢 把我们刚才切了葱花 哎 均匀的撒在上面 撒下去 是吧 可以了 这葱花撒上去之后呢 又来有了新的变化了 确实 所以一般来我们在做的时候啊 他们会撒一点点的盐 盐巴 有味 对吧 那我一般在做的时候 会撒一个特殊的东西 会撒椒盐 哎 你太会吃了 这样子那个味道更香 对啊 那今天呢 你也可以撒一点什么 哎 自然 自然 对 烧烤味的 对吧 烧烤味的 不用太多 其实朋友有时候很随意的 开启我吃什么就来什么 对吧 是是是 好 好嘞 来大叔 我把这个锅给你控出来 好 那到这边我呢 我开始做这个饼了 哎 把这个饼呢 哎 卷起来 就像是我们卷这个呃 只这个纸条一样 把它卷 尽量把它卷得紧密一点点 嗯 这样出来的丛数还好 对 哎 也就是我们卷得紧一点 这样的话都粗的层都多 对吧 是这个样子 哎 好 卷的时候注意两边呢 尽量往里卷 是 这样往里卷 那它怎么样呢 它就不会漏 漏 哎 当你卷 卷起来了之后呢 用一点去卷 那他用手去推 对 有道理 有道理 这就可以了 真的很棒哦 好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分 剂子 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做一个 稍微小一点点的 因为小朋友可能吃的时候 拿起来比较方便 是啊 下一个这么大的剂子 好 好 大家看 我下好了剂子之后呢 从金 从这里面拿出一段的 好 然后呢 两边 捏一下 收一下 哎 两边收一下 然后一转 啊哈 啊 然后拳一下 哦 这样子里面现在很多层 因为它油已经煎得出来了 对吧 这一层这一卷的时候 从属于乘于二了 确实 然后呢 再压一下 压一下 哦 然后干嘛呢 再擀 再擀一次 擀得它比较薄 哦 哦 就可以了 我这是把这个油锅给您热上 好 好 我们今天这个擀的这个过程 跟我们在家里做的都差不多 接下来的难度来了 就是我们烙饼 这个烙饼就容易烙糊了 对吧 是 很难烙好像 确实 因为它这个 饼啊在烙的时候 它尤其是今天这还有点厚度 有时候烙饼它更麻烦 因为呢 下面里面还有肉还要让它熟 是吧 对对 所以烙的时候怎么掌握火很重要 是吧 大叔 是这个样子 这个怎么掌握 咱们现在锅里头我需要加点油吗 呃 一点点就可以 不用加很多 那大家知道我们做葱油饼 因为有很多油了 对啊 所以在煎的过程 过程中呢 它的油会自己渗出来 我应该那葱油直接来那个煎好了 那我就来点葱油 那味道就更足了 哎真的太会吃了 我现在听齐老师说一说 能想到 那个葱香味足足的 特别特别的香 对吧 所以说我们干什么事情 就要有个味儿 确实 这个葱香味一闻起来 你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催真食欲 哎 小朋友应该会喜欢 很多人说这个烙饼有两个难度 第一个呢 就是怎么样这个饼 颜色又好看 嗯 二是怎么能不粘 是 它不粘我们说过了 有这个天然的物理不粘的锅 那颜色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要注意这个饼入锅的这个温度 就是这个入锅的温度 这个油不能温度不能很高 因为很高一下去了 外面这层颜色就变得 里面还不熟 哦 理解了理解了 就是我们一般来五重热的油温下去 哦 慢慢慢慢让它里边和外边一起成熟 明白明白 所以这样就会达到了 外酥里嫩颜色金黄葱香 出鼻的感觉了 确实关键是什么呀 我们在烙的时候呢 其实就能好掌握火猴 对 而且今天我们有的油的量还很少 对吧 嗯 所以这火很重要 那我们在烙的时候底下的火力 应该也很小吧 对小火 当你油温达到了时候呢 就一直小火 不用变 哦 理解了理解 只要温度升够了之后 就ok了 什么就好办了是吧 那什么都翻面的大叔 大家看一下啊 翻面很简单 我们 侧边看一下 你这个饼这个外面 这个圈 大家能看到明显 外面这一圈变成了 一点点的金黄色的 是的 代表你可以翻饼了 也就是它会有一个信号 这个信号就已经变色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更简单 凑起来看一下 对 可以了 就是你都可以看一下 颜色都是对 其实很多主妇们到这个环节 其实最困惑的就是占过的问题 对吧 是 我给大家翻开看一下 好吗 好 让大家证明一下哦 也给大家见证一下 嗯 好 然后 它底下真的不粘 然后我们翻开来看一下 这个颜色 哇 能看到的 对吧 特别好 你看啊 最重要的是 哎 每个颜色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特别特别好 说明它是吧 说明它的这个导热性 非常的均匀 就是它底下每一个区域 它的热量是一样的 这传热是均匀的 是这样的 其实你看啊 我们今天烙的是这个 葱油饼 你还能想到到什么饼 韭菜盒子 哎 哈饼 对 和饼是吧 再比如说糖饼 糖饼 都可以 嗯 你是发面的 烫面的 冷面的 总的你想烙的饼 用这样的一个 卖饭式涂层的不粘锅 都能让它外焦里嫩 那观众朋友 说到这里 你有没有想过在家里 没有这个电饼 也能烙出这么好吃的饼呢 那么如果你想的话 你想跟我们社会交流 一些技巧 你可以通过拨打屏幕下方 这些电话的方式 或者拿起你的手机 扫卖屏幕下方二维码 加我们节目官方的微信 就会了解更多的详细的操作步骤 那么我们等着你哦 这样的时间打电话 我们还是给你小小的惊喜呢 好 这可以了吧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大家看现在还没有层 是吧 给大家编一个魔术 然后干嘛 取一个饼放在板子上 然后呢 然后拿我们的筷子 夹一下 你看马上又起层了 哎我明白了 其实我们应该不编筷子 我说应该怎么办 用棒子打也行 用手也一样 是啊 马上层就出来了 其实在咱们北方青岛 喜欢叫什么叫 厨一厨 厨一厨 厨一厨对吧 对 你看是不是起层了 很多层的饼 哇特别好哎 对 和葱 第一步碗中加入一半冷水和一半热水 揉成烫面 饧发备用 第二步锅中加油 将葱腰切断 放入锅中靠制葱油 在锅中一半的葱变为金黄色石 关火变香 第三步 饧好的面团下剂子 压扁 擀制成饼 倒上葱油 撒上切成末的葱背 加盐 自然 卷起后切断 将面团拉长 卷起 再次擀制成饼 第四步 锅中加油 放入擀制好的葱油饼 待煎至两面金黄石 出锅即可 外酥里嫩 表皮金黄 葱香扑鼻的葱油饼就制作好了 赶快在家给您家的宝贝 露一下